资料图 在已经晋级半决赛的情况下对阵荷兰女排,面对荷兰女排移植的领先优势,中国女排后来居上,大笔分直落三局,轻松以小组投名的身份闯入决赛圈,之前进行的六强赛中,未免冠军美国队遭中国女排和荷兰女排逆转出局。 而另外一个小组中东当主日本队,也当了两年半无缘半决赛,在六强赛还剩最后一轮的情况下,中国、荷兰、意大利和塞尔维亚提前晋级决赛圈。 这几支队伍中,只有中国和意大利进入了上届世锦赛的四强,而19日中国队将再次迎战意大利,共同争夺最后进入决赛的门票。 值得一提的是,本届大赛小组赛最后一轮,中国队一比三西败意大利,这也是截至目前为止。 中国女排的唯一一场败仗,小组赛与意大利女排交手的过程中,中国队确实暴露出不少问题,一场荷兰网的表现均不尽如人意,全队只能依靠朱婷强攻。 但是对方对朱婷的篮房又十分的外,此种情况下,中国队只能隐恨败费,好在进入复赛的中国女排越打越顺手。 不仅四场比赛全胜,而且还击败了外面冠军美国队,破了近十年来三大赛分美不胜的尴尬记录,六强在中国队再次力挫美国,掌握了晋级的主动权。 资料图,进入复赛的中国女排不再过度依赖朱婷,进攻端多点开花让中国队实力大增。 图片来源,offboard全体乐图片社这样的一支队伍,似乎与小组赛的队伍截然不同,全队不再仅依靠朱婷作为主要的奔点。 龚小宇和袁新月状态的回暖是球队的进攻端,形成多点开花的局面。 速入北长城支撑的严尼为中国队筑起了最坚实的防线。 小将李赢宁更是在多场比赛中扮演骑兵,为流转场上不力举面立下汉马功劳。 令人欣喜的是,倒将曾春泪在上一次与美国队的交手中替补出席,他的出场成为中国队反击的契机。 另外16日结束的比赛中,在世锦赛一直没有露脸的杨涵宇,已获得了出场的机会。 对此,总教练郎平表示,因为第四局我们觉得能控制局面,让更多人上来,准备办决赛的比赛。 可以看出,同荷兰队比赛的主要目的之一,也是让更多的球员有上场的机会。 在减轻主力队员压力的同时郎平,也正在打造第二套或者第三套行举有效的阵容。 资料图,19日中国女排将同意大利女排争读决赛名额。 图片来源,Offbots全体预图片社与中国对日战略勇的姿态相反。 意大利女排在进入六桥赛后似乎状态开始批软,在与东大主的战斗中,她们遭遇,被日本女排的顽强抵抗,经过五局大战才惊险获得出现名额。 在最后一轮与塞尔维亚的比赛中,意大利一比三落败遭遇本届大赛的手办。 第一局,意大利对达内西关键球罚球出击自杀,直接将手绝拱手让人。 第二局,重套手艾格罗的口球竟然没有过王,这样的表现与之群一路高歌。 猛进的意大利对多少有些不服,面对长时间的赛程,意大利球员的体力和状态势必有所消滑,但是意大利主力赛拉在淘汰赛最后一轮中并没有出现。 这让球迷不禁质疑,对手是否在有意保存实力。 对于接下来同意大利的生死战,郎平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,意大利很有特点,所以我们需要对他们进行认真的分析。 针对上一场比赛出现的问题和情况进行调整,比赛就是互相抑制的过程,看怎么可以找到更好的办法扬长臂短。 希望我们在这两千里有充分的准备,可以战胜他们。 面对这支欧洲竞旅,中国女孩弱想复仇,首先要顶住一船,在篮房上还要重点金房的艾格罗和赛拉,在发球方面,要有攻击性和破坏性。 从而降低意义大利的进攻速度。 接下来的再次交手,意大利女排对中国队占据心理优势。 女排姑娘们也要发挥欲强责强的光荣传统,向最后的胜利吹起冲锋号角。 玩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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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玩!